好我们来看42页 先看一下这个导数并啊 简单回忆一下了啊 一点的导数等于fx0加2x减去fx0 除以2x让2x去0 我们称这个呢 就是增量式对吧 或者写成fx-fx0 比上x-x0x去x0 这个是函数差子形式 这两个是等价的 fx0它是指f对x在x0处的损失变化率 简称变化率 那么当然了谈变化率问题呢 这个往往我们是要放到这个音频上去说的 在这呢先做一个注 第二个这个也不重复了啊 左导数那就是2x去0负 对吧 右导数呢 2x去0正 然后一点可导的冲药条件 最重要的是 就是这一条 就是左导数等于右导数 左导数存在 右导数存在 且相等 是吧 那么高阶导数呢 大家也很熟悉的 那就是fn阶导数x0 等于limitx去x0 那么用n-1阶 fx减去n-1阶fx0 对吧 然后除以x减0 这些内容上来讲的话呢 大家是没有难点了 是吧 没有什么难点 我们主要呢 还是通过接下来的这个舍弃的例子来谈一谈 具体函数当中的这些复杂的函数 抽象函数 以及四次运算规则中 我们有哪些可能要考的地方啊 这个五分呢 我们依然是会提示给大家 它的什么呢 心颖性 听完了啊 综合性和计算性 好 看立题3.1 分析 这种题呢 特别适合出现在 当天的这个试卷里头 立题3.1 12 小fx在区间复一到一内有定义 且fx的几限值等于0 这题啊 我给大家推一下啊 这个正确答案啊 先说正确答案啊 我们说 当fx在x的凌处可导时 那大家知道啊 可导必连去 对吧 基础三是讲 讲过的啊 当可导必连去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c选项啊 那就说 如果f1.0 是不是叫存在 大家这句话懂吗 我们也讲过了啊 说函数再一点处可导 它等下说法是 这一点的导数值是不存在 这一点导数是真的呢 我们立即就推 那么就这一点是连续的 这点连续呢 就是f0 是等于limit x 曲线0 fx的 对吧 大家 这就叫一点可导 一点B连续 能听到意思吧 好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是值是不等0 故 f0 是不是等0 你看 我再次强调了啊 这我们说 函数值往往用 可以用极限值来定义 是吧 那么为什么函数值可以等极限值呢 答 因为它连续 这就是考验常考的基本 所以有了f0 比0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故 我们立即可以写出来 那么我的f1比0 它就定义为 limit x曲线0 那么就是fx 减去f0 比上x 减0 对吧 大家 你又知道了f0 比0的 所以它立即就 delimit x曲线0 是不是叫fx 比上x 我这里说一下 你如果真题做多了 以后大家学完强化阶段 我们后面会去做真题 大家经常会发现 这个真题里头 命题老师 这个命题的手段是很高超的 你看 我们经常会遇到 f1撇0 听话 就等于limitfx 比上x x曲线 经常会遇到这种表达事 你问什么呢 它这个0本身是0的 是吧 数量上来讲 不用写的 那么它在题目当中 在制造一个条件 使得f0 得0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f1撇0 就是它 它就根据这个啊 就能造很多题目 在四十三页上 你待会看啊 我待会再讲 立体3.2 你会发现呢 又是这么个东西 而命题老师的这个办法 就是很多的 那么拿着它 可以研究很多东西 我们来看这里的很多变形啊 好 请同学看 先看等式问题 待会立体3.2 我们看不等式问题 他说这一点可导 请问这个是不是成立 我们这里呢 就需要同学们 要做好很的变形 由于这个呢 由于f1撇0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啊 这个极限值是存在的 因为它就是f1撇0 对不对 大家好 大家看这个电子 于是我们往上就有 那叫做limit x曲线0 那么fx我来问你来打 笔上根号 x绝对准 请大家回答我啊 这个东西 是不是不是它 没有条件怎么样 创造条件 答得好 毛主席说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对不对 所以我们马上就来了 limit x 曲线0 你看好了啊 是不是叫fx 注意啊 没有x 创造x 是不是 除上一个x 撑上一个x 我们从基础商讲 就给大家 再讲这个道理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缺什么 补什么 少什么 贴什么 对吧 除一个 乘一个 加一个 减一个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除以根号架x的绝对证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块啊 由于这个极限存在 你可以有两个说法 大家告诉 存在是不是就一定是一个数啊 某个A吧 这是个数啊 你可以认为是个数 还有一个说法的话呢 你也可以认为 这个x去0时 大家想极限存在 是不是fx比x 在去源过程中 是有界的 对吧 两个说法都可以 好 你说如果它是个数的话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 当x去0时 你现在主要是因为 看着这个x带绝对值 在开根号 你可能觉得它复杂 这有什么复杂的 大家注意看 上面x是不是一次方 你底下带不带绝对值 它带绝对值 是为了保护根号x 使得它在偶次根号下 有意义 对不对大家 无非就是说 因为x去0啊 它肯定不得0 一加绝对值是大0的 大家听听什么 这是一次方啊 那底下是不是二分之一次方啊 上面是不是叫高阶五行角 故这个极限是不是得0 对吧 所以呢 你如果说这是个数 那么这是个极限值 是个数 那就四次运用规则了 A乘以0 是不是得0 对吧 如果你不猜开 你说这是 有界的很好 无穷小 是不是层层有界 是不是极限也是0 一样的意思 都是可以的 很听中意是吧 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题文的结果呢 把它算出来 这个答案呢 选C啊 这个C 结果是0 这种题目啊 在考验里面 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那你这个D 为什么推不出来呢 我们可以取反例啊 大家随便取个反例 你比方说 Fx取成小X 那么小X的话呢 当然X取0 所以小X 竟然是0了 复义到E内有定义 大家注意看啊 如果你这是X的话 大注意 如果小Fx 是X的话 X比X方 极限是个无穷大 D很容易被排除 那你说 当然你既然是错误的 他就无法证明了 当然你也懂这个道理 你这里如果除上什么 X的话 你要除以X方 这称X方 那这会取定 可是X方 我的Fx比上X方 并不知道是否存在 对不对大家 那你没有这个结论的 对不对 这有可能是无穷大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得不出的结论 所以这个D呢 那是不对的 从你AB 大家说很有反例啊 你取Fx等于X三次方 X是不得0 所以我都不超了啊 X三次方 X是不得0 X是0 所以取1 大家注意看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函数在 这个零点 是比较尖断的 是吧 它都不连续啊 当然不可导 但是在这种结论下呢 它是满足这些条件的 你算一下 它是满足这些条件的 然后极限为0 对吧 大家 X三次方比上 X绝对就开康 这还是二分之一次方 上面三次方 是不是结果是0 是吧 但是Fx在零处不可导 是吧 同理你X三次方比平方 它结果也是0 但是呢 Fx在零点处也是不可导的 所以这个题呢 答案选的是C 这种分析啊 对这个考验的序论下 这往往打开试卷的 头几个题目了 往往有可能会造成 这个 所以大家这种题 还要多练练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这是等式啊 你记着这句话 它正确的选项 是一定可以推导出来的 明白吗 所以你要推出来这个 这个结论 这个答案你可以理直气壮的选 好 这道题目呢 讲完了啊 接下来呢 我写个小柱啊 就是对这个啊 X比上 更好一下 X绝对值 我想给大家呢 再深入的聊一聊 我简单的写个柱啊 就在形式上的复杂性 我希望所有同学都听 有同学可能觉得很简单啊 但是呢 我想还是深刻的分析一下 你们知道 就是跟明天老师啊 要知己知彼 你看他怎么想 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 你要写成 X平方比上X 说Limit X趋向于0 那么这个没有人不知道 这个结果是0 对吧 因为上面二十四方 比一十四方嘛 是吧 大家是觉得很简单 但他现在写什么呢 是写的Limit 是吧 X趋向于0 用X比上 根号下X的绝对值 这个怎么算 那你说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实际上你就是这样理解的啊 上面是一次方 底下二分之一次方 它的高次 这底下次数低 你不管X是正是负 这个结果呢 上面高级分析 结果都是0 这个解释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很多同学呢 他想刨根究底 那刨根究底呢 我们就不妨试试看 那么他实际上就是他 这个给这个变异出来的 变异出来的 他这个天后加速 他就写成这个东西 怎么来的各位 那你基础打好了之后 你随即可以做详细的解释和分析 对吧 那么这个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0 根号X绝对值 等于T 你做个换圆 大家晓得X去0 那么X当然是不得0的了 故这个X绝对值一定是大0的 开放一定大0的 这个T是大0的啊 对不对 于是我们立即可以得到两倍级平方 是不是叫X绝对值 是不是等于T的平方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大0的 这里没有等0的情况 是吧 所以对于这个表达式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就分两块写了 如果X是趋零正 那么X比上根号X绝对值 大家晓得 趋零正的话呢 这个都是正的了 所以你换圆之后呢 叫做limit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看哈 那么正是X写的什么了 由于X正的 那么去掉绝对值 它还是X X是不得于T方 而底下根号换圆是不是叫T 正说T呢 是大0的 所以趋零正 你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个结果叫0 对吧 那么如果limit X趋向于0负 那么这是X比根号 X绝对值 大家心中有说啊 那么X是负的 对不对 那么去掉绝对值 我limit 注意看哈 那么这个去掉绝对值 X是负X等于T方 所以X等于负的T方 没错 底下那当然还是T了 我的T当然还是去0正的 对吧 因为T带0 但是不管你有这个负号 还是真没有负号 这个结果是不是都是0 中上所属 由于右级线跟左线都0 所以这个结果是0 你能不能详细的把它写出来 我相信大家是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就是带绝对值一好 是吧 它总有一些这个 显得别扭的地方 那么同学们是应该有足够的基础能力 把它刨根究底的一个符号都不错的 把它写进来 是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立体三点 这个1 好 我们看立体三点2 这道题目 大家打着心啊 这种题呢 这个档次马上比立体三点1 高出一些 因为它是不等式问题 我记得我在讲前面的极限问题的时候啊 呃 是在讲函数极限的时候 我说过啊 我们到43亿的立体三点2 会给大家再讲一个关于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成为放缩法的这么一个题目 大家可以翻翻看啊 我们在这个第一讲里面说过的啊 我倒是留给大家的 欠给大家的账啊 现在来回 呃 这道题目呢 依然是以啊 函数研究函数在一点数的 呃 这个导说问题啊 但这里面的综合性很强了啊 所以这个题兼具有综合性 呃 有新颖性 当然还有它的计算性啊 呃 题目虽小啊 非常精彩的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说FX这个分段函数是吧 这一段很简单了 这一段没有人不会 所以F1-0 你求这一零点数啊 分段函数的分段点啊 的左导数 它就等于Limit X趋向于零负啊 所以就等于FX-F0 变成X-1 这很简单啊 啊 FX呢就是X了 F0 那么X等于零次是零 这不用写了 除以这X Limit X趋向于零负 那么等于E 所以我们左导数等于E 如果考研题 都是这个水平 那卷子给它撕了 对吧 啊 那咋很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步 那么请问 F1-0 就是右导数等于几呢 那么定义单这样写了 Limit X趋零正 那么就是 FX 减去F0 比上X-0 同样大家注意看啊 Limit X趋零正 由于F0是零 是不是就是分子就是FX 底下是不是就是X 哎 你看 看好啊 你一写到这一步 你发现 是我刚才说的这件事情 又应验了 你看这一点的导数值 是不是等于这个东西 叫做FX-X 它的极限啊 对不对 大家好 我们回忆一下啊 Limit 3.1 是不是那个导数 写到这 是不是FX-X 就是极限 我们第一讲 讲那个 罗毕达法则失效的时候 各位还记得吗 是不是那里好像都是这个 是不是一个FX-4 B上X 所以这就叫命题的点 这就是命题的形式 懂得历史就可以预见未来 它往往道理就在这 出去老师喜欢出去 是吧 那么你要把这个知识呢 你把它研究透了 刚才呢 我们是做横等变形 是吧 除一下乘一下等等等等 这个题不是了 由于这题呢 我们在X趋零正时 这一段并不是X趋零正的区间 完全不是 是吧 它只是X大于一个离散区间 这个叫区间列啊 对不对 大家区间列还记得吧 N取123 那么N取1是它的一个区间 N取2是它的一个区间 它这个X是在不同的区间上 对吧 它绝对代表会了X趋零正 对不对 所以你无法把N分之一往这里带 你说N分之一带成啊 这个这个FX带成N分之一 这个题就完全错了 那因为你的趋零正 跟这个区间列 它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不对 你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N取1 N取1的时候 X是大于2分之1 小或等于1 请问这样的区间 跟X趋零正 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任何关系 明白是吧 好 N取2 N取2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方呢 N取2的时候呢 那就是X是大于 3分之1 小一点2分之1的 对不对 没有关系的 你怎么会把FX带成N分之一呢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不能往里带的 这时候我请大家要回忆啊 要想得起来 我们再讲到什么 我们再讲到这个 这个 加倍准则很好很好啊 就我们说 这个各位 自变量的确实范围 实际上是不是显示 对大家放缩法的提示 对吧 这是放缩法的重要的 是不是提示 是吧 那这不就有了吗 是吧 所以FX呢 就等于N分之1 但是X有 缩小和放大 这不就来了吗 是吧 其中我们这个就解决了 对吧 我的X分之1 念 因为X趋零正是吧 X是带零的啊 所以呢 它的倒数就是 就是大于等于N 小于是不N加1 你就把这个就写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由此的话呢 我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把FX往上乘 所以立即推 我的FX乘上X分之1 能听懂意思吗 那他就大于等于几 因为F对了 我的FX是等于N分之1的啊 所以的话呢 那N分之1乘上N 这个带点1 小于谁呢 就是N分之1乘上 N加1 对了吧 这不就出来了吗 好 当X趋零正时 回来问你来答 当XX在这个区间列里头啊 当X趋零正一起背 当X趋零正的时候 那么这一项是不是也趋零正 这一项趋零正 意味着N趋零正的 能看懂吗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啊 所以这样的话的话呢 我们马上就知道 这个提案是你研究的是 N区无穷大 在X趋零正时 立即推 N区无穷大 那么这块呢 就是1啊 这块趋向于1 大喊一声 哪里跑 被逼近到1 故我们说 这个极限 等于1 等于1 回答完毕 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 用加倍准则 研究的问题 根据我们在四十二页所讲的 可导的双号条件 就是左导处存在 右导处存在 且想当固 这一点是 哎 很好 可导的 啊 FX在X点凌处可导的 这题大家选的是 D啊 D选项 这就是一道 非常精彩的啊 这种考题 啊 精彩这种考题 啊 所以立题3.1和立题3.2啊 这种形式的问题 我建议大家要多做 啊 要多做 就是当你根据题目的 条件 推导出某一个极限式之后 那么你就两种方向的考虑了 看明天老师怎么出题了 那么你是中国核心变形啊 乘一项除一项 加一项减一项 还是进行放缩 这个往后在题目上 都是有非常明确的提示的 啊 非常明确的提示的 好 这题说到这 呃 立题3.3啊 这个大家当初也做了 这就是我说的呢 他可能出现 还可能出现说变现积分的情况啊 所以分的函数吧 啊 这比较简单啊 大家自己练一练 好吧 那我们就不再说这个题了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种 这个含有绝对值的问题 立题3.4 嗯 这个是一个母题 啊 这是一个母题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立题3.5呢 它就是根据母题所创造出来的 这一系列的子题之一 而这里头有在高点数学里面 有个重要的 且有意思的结论啊 说如果小fx在一点处 一点处连续了啊 那么令大fx等于小fx乘上x减a的绝对值 则 那么fa等于0 是大fx在x的a处可导的什么条件 实际上大家看这个你是懂的啊 这个一带区对值 我们说了啊 带区对值 不妨假设a带0了 你画一下 它的图像呢 这是a点啊 这是x 这叫做x减a的绝对值 对吧大家 不妨假设a带0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函数的话呢 带区对这个函数呢 它是在a点处连续 但是不可导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 如果没有乘上小fx 那么大fx在这个点 a点处 是不是一定是连续 但是不可导的 但是我们说 这个题目有意思啊 就是小fx乘在边上 它在这点连续啊 那么请问如果小fa得0 那么大fx在x点a处 可导吗 是充分条件 还是必要条件 还是充分条件 啊 我们来给大家 简单的分析一下啊 这个证明呢 都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结论需要大家记住吧 fx等于 你可以把绝对值打开了 是吧 如果x4小于a 那去掉绝对值 填负号是吧 是负到 那么x4-a乘上fx x如果等于a 它就写0 那么如果x大于a 那么这样的话 去掉绝对值 直接写x-a乘上fx 对不对啊 典型的分段函数啊 那么fx大fx在x的a处 是否可导 导数定义啊 f1-pfa 说导数 它就定义为 limit x 去向于a 对吧 大fx-去大fx-a 比上x-a 这个很好算啊 它就等于limit x 去向于a 那大家抽一下 a-是小于a啊 是不是叫 负到x-a乘上小fx 那么减去大f-a 大f-a是0了 比上x-a 很简单 所以它就等于 这两个预料了啊 是负的小f-a 对不对 而为什么和这个a 可以直接带进去呢 因为简单 题目讲了 小f在这一点连续 对吧 所以它的主级限值 等于函数正 所以说负的fa 好 同理 我们可以算f1-p正-a 它就定义为 limit x 去向于a正 那么这说 x-a分之 fx-q-fa 它就等于limit x去向于a正 那么大于a了 是吧 超的是这个 x-a乘上小fx 比上x-a 好 这两个预料以后 由于小f的 在a点出的连续性 所以等于fa 好了 出来了 那么左导数 右导数 都取出来了 我们说 大fx 在x-a处 可导的冲号条件 是它自己的 左导数 得右导数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讲 大f1-a存在 它的冲号条件 便是 它俩是比较相等 对吧 它俩相等 各位 是不是叫 小fa 是不是得0 很简单啊 自己等于自己的 相反数 只能 是不是叫 这一点是0 所以大f在这点 可导的 创业条件 就是要求什么 那个小f 在a点出 对0 这个答案呢 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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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了 这样一个理论之后 你再去看 立体3.5 像立体3.5 这种题 这个打个 triple是大 好久没出题了 好久没出题了 这个题要考到 2023的卷子上 那可够很多同学忙活着了 忙着忙着 他不做 他不做这个题了 其实这道题是口算题 非常简单 你只要懂得了 我们刚才一提3.4 这个母题的结论 那么这个是一个口算题 有三个函数 将这个函数 f123的不可导点的个数 计为a1 n2 n3 请问 它们的大小顺序是什么 好 我们分析一下 我分析 第一个 仔细一点 大家看 f1 x等于什么 我直接说了 这个打开 因此分解 是不是就x加1 x减1 对吧 这种不带绝对值的 大家知道 这个函数肯定是处处连续 处处可导的 它没有问题 关键看带绝对值的 这个大家会分吧 会分 你先提个x方出来 那么剩下是不是x加1 再减去一个2提出来 是不是叫x加1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 是不是各位 是不是里面是不是有一个x加1 对吧 剩下是不是叫x平方减2 那么再分解 是不是写成了x加上根号2 乘上x减去根号2 是吧 大家 很简单 吃个磕尾 是吧 这样就对 对不对 我们这个分解 因此分解之后呢 大家这儿就可以来处理了 那处理的话呢 你思考一下 看立体3.4 你马上就能懂得我的意思了 大家看 这里有多少个x减a 是不是有三个 就减a1减a2减a3 能听懂意思吗 好 大家注意看啊 注意看 我如果把这个当成是x减去负1的话 看看看 是不是这东西 叫x减去负1啊 大家听好了 这个负1 是不是叫x减a 剩下的成的人 你回答我 是不是整个是叫做小fx吧 对吧 那我抄一遍啊 这个x加1乘x减1 再乘上x加根换2 再乘上x减根换2 对吧 大家 好 同学们看得很清楚啊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实际上在这个实处域内啊 大家分解完之后啊 你实际上已经发现了 我这里的a啊 这里是不是就是有个a是负1是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说可把它看成是小fx吧 所以就是x减a乘小fx 那我现在问大家 这个小fx是在a点处 是否可导取决于什么 看立体三点四 它在a点处是否可导 是不是取决于小fa 是不是得零啊 对吧 那我问大家 小f-1等于几回答 很简单 你a嘛 这不是a嘛 负1嘛 你这个负1往这一带 是不是正好x减 负1说这个得零 是不是得零 我立即推 回答我 对 这个负1是可导点 对吧 大家 是可导点啊 它不是不可导点 我说清楚了吗 这个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大家想 是不是这个 负根号2 这个是根号2 x减a啊 是不是这两个点 是不是叫不可导点 因为你把它拿出来以后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剩下的这些人 是不是没有负根号2 这个零点了 懂了吗 好 你把它单独拿出来 写成x减根号2 大家看前面这块 请问前面这块 是不是没有根号2 所零点 理解了吧 那就是这个道理 你这样懂了啊 这样题目做起来就很快了 很快了 好 我说到这儿啊 大家继续看 大家继续看啊 大家继续看啊 好 我们叫F2x啊 我再来一遍 它带什么呢 看x减根 就是x加上1乘乘x减1 对吧 大家 然后接下来的这块 大家看这分解啊 这也很好 你提个x平方出来 是不是叫x减2 然后减去是不是x减2 所以这个呢 就变成了x 对了 x加1乘x减1乘乘x减2的绝对值 大家看 是不是如法炮制了 你盯着这个看啊 请问大家 这有x减1的绝对值 x减负1的绝对值 是不是这有一个x减负1 故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能懂吗 所以这个负1点是可导点 说清楚了吗 再来 大家看这个 看这个 很好 我有x减1啊 减1 这绝对值啊 是不是这有x减1 所以你把 把它摘出来 当绝对值看之后 是不是剩下这一块 是不是也是 1是0点 是不是这个点也是可导点 但是x减2 大家注意2 没有了 因为这个x减2的绝对值 前面这块没有2这个0点了 所以大家回答我 这题有几个不可导点 一个 很好 就是x减2 懂了没有 同理 f3x 大家这当作业啊 自己做一遍啊 我简单给你写一下啊 它等于x加1 乘x减1 再乘上x加根号2 那么乘上x减根号2 乘上x加3 大家就注意看啊 不论是负根号2 还是根号2 还是负3 大家注意 是不是都没有其他函数乘起来的0点了 故这是三个不可导点 好 好 说完了啊 答案选A 这道题目要考起来 实际上你能够掌握好立体3.4的这个结论 那么这个题目做起来实际上是很快的 但是你要没有这个结论的话 你可能这个题就非常吃力了 好 这个题说到这 在绝对值的问题 分段函数的问题 我们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抽象问题 看立体3.6 我们看个抽象问题 有时候抽象问题呢 也会带来一定的区分度 分析 说Fx在x的0处连续 这个极限是0 请你求F0并讨论Fx在x的0处是否可导 这题呢 是兼具综合性和计算性的 这题倒不怎么新吧 不怎么难是吧 大家还记不记得函数极限存在的五个圈论 是不是有一个等式托帽法 好 来了啊 Limit 因为Fx猫在这个极限里头 你把它解出来是吧 所以用等式托帽法 x去0 我的1到fx此方 减去cosx 加上sainx 比上x 等0 我们立即可以推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 极限值等于a 那么就是我们整个脱掉极限的帽子 那么e的fx 此方减去cosx 加上sainx 比上x 各位是不是等0加上α 对吧 其中呢 我这个Limit α呢 是x需0时的 什么各位 很好 是无穷小量 对吧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fx解出来了 很简单啊 你x乘过来是αx 把它 减的加过来 加的减过来 然后两边取对数Limit 所以我的fx呢 就等于Limit 看好了啊 αx 那么加上 靠3x 减去3x 对不对 好 所以大家呢 这个扶地抽筋啊 我说这题有综合性 你先把fx 首先是可以解出来的 好 他求f0 但又来了啊 注意 是不是这一点连续啊 酷 马上就来 我的f0 就定义为 Limit x 曲线0 fx 对吧 大家 用极限值 定义函数 很简单了 是吧 它就等于 这直接说答案吧 x 曲0时 x 曲0嘛 α本身也是无穷小 乘起来是得0 这块是曲0的 这块曲1的 Long1是 极限是0 所以f0呢 是等于0的 当然 这题就算不让你求f0 你也得求它 为什么 你接下来要讨论什么 很好 0点出的导数定义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 f1撇0 它就定义为Limit 那么 x曲线0 fx 减去f0 比上x减0 好 f0得0了 0是0 不用管它了 大家看 是不是又写了fx 比x 只不过这一步呢 这个是可以直接带进来了 所以写成了Limit x 曲0 是吧 你把超过来 叫做Long αx 加上 cosx 减去3x 比上x 好 请注意各位 到这一步啊 请你注意 不能有罗贝塔法则啊 因为α0是不知道是什么的 你听话了啊 α0不晓得它是什么 我们这一题也没有讲fx是否可导 有些人说α我知道 所以α等于它 这我给你解释过啊 α是误差 没错 它的表达是在这 可是你要晓得fx并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对 你现在逻辑很简单 你是问fx在0点处是否可导 你就不可以假设它可导 能明白吗 所以他不能说α可导情况下 这个Lomita是不能用的啊 这时候用什么各位 很好 大家想到了 哎 我们用等价提换啊 Lawing u 等价有谁 u减1 只要u取向1 好 记下来啊 基础30奖都讲过了啊 我再强调一遍 那么强化阶段的速度和效率完全取决你基础30奖缺的好不好 好了 大家看 这是x去0 这是去0吧 这是不是去0 这是不是去1 故整个的u是不是去1的 所以整体等价什么 u减1 叫做αx加上cosx减去3x 是不是在减1 所以呢 他就写成了 等于Limit x去向0 那么分子呢 就等价于αx加上cosx减去3x在减1 数上x 这个非常好这个计算了 αx比向x x约掉成α极限是0 对吧 大家 那么cosx减1 大家注意啊 cosx减1 是不是等价于负1分之1x平方 那么负2分之1x平方 比向x 是不是又是个0 对吧 最后一项 是不是负的3x比x 是不是叫负1 结果是负1 这个题做完了 所以这种半冲向半具体的问题呢 大家把它做好它 Li3.6就说到这儿 那么Li3.7呢 类似的啊 它就是半具体是吧 这有具体部分 还有抽象部分 这也是一个重要题员啊 大家当作业 把它做一做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抽象函数 涉及到一点的问题 接下来啊 我们看四则运算规则下的这么几个例子 好 看45到46页 先看45页的最后一行啊 Li3.8 这道题 说fx等于这个表达式 求f1.1分析 大家 见到这么复杂的表达式 立即怎么样 放弃考验了 什么老虎 打得好 一几推 这是paper tiger paper tiger 写下来啊 你应该在高点数学的教材上 倒注写paper tiger 是吧 纸老虎 打得越复杂 越是纸老虎 为什么纸老虎呢 这个四则运算规则啊 就是告诉大家 这么一个公式 如果U在一点可导 V在一点可导 那么他的加减的导数 在U的导数 再加减V的导数啊 加减法都可以了 这是四则运算 就看大家 是不是能想到分开运算了 再把结果降价 这个公式越简单 有很多时候 大家可能越想不到 因为加起来呢 大家往往把它看成整体了 所以这个要分开啊 要把它分开算 瓦解敌人 各个击破 因为它们确实 适用于不同的 运算的工具 你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令U等于 根号价 1加X 乘根号X 比向1的X减一次方 那么V等于 ArcSine 以减X 比向根号价 1加X方 你明显看到U 是多项相成相处 开方成方得来的 我们适用于什么 各位 很好 基督三家讲过了 先取对数再求到 对不对 所以对于U呢 我们立即叫做LawingU 它就等于 那么整个大根号 是二分之一 括号 那么里面 是Lawing1加上X 对吧 大家 再乘的就是加 二分之一个 那么LawingX 对吧 然后除的就是减 那么X减一 对不对大家 你必须要啊 有这么一个 这个快速鉴别 它使用什么工具 去进行计算的 这个能力 好 这样的话呢 两边一起求导了 那么就是U分之一 再乘以U一匹 很简单啊 它就等于 那么二分之一 这边括号 它求导 一加X分之一 它求导是2X分之一 这求导是减去一 对了吧 所以呢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U一匹 是吧 它求的是在一这个点呢 导数值 那么把X等一带进去 它就等于U带X等一 再乘上二分之一 那么一加上X分之一 加上2X分之一减一 对不对 好 大家注意啊 在X等一带进去 实际上呢 你看得很清楚 当X等一带进去呢 这是二分之一啊 这是二分之一 对不对大家啊 很好 那么减一正好是0 所以其他不用算了 结果等于0 听懂一些没有 这不很简单吗 是不是 这样做就简单多了 好 你再看V V就不适合求导 你直接说求导之后 在代值有公式吧 这不合适的 这个是 评估上这一段啊 是典型的对数求导法 对不对 同学们啊 我们到强化阶段啊 这个看你基础阶段 学好了 我们现在就已经把它中复进了 对不对 你会发现V呢 这个小题目中复什么 它就不应该是直接浮过求导了 应该用什么 用定义方 很好 那么 V一撇一 它就定义为 Limit X曲线一 那么VX 减去V1 比较X减一 那么它很简单啊 Limit X曲线一 看好 把它超过来吧 那么叫做 Arc3 一件X比 根号 1加X上 注意看哈 看好 减去V1 但直接背吧 V1等于解 而X曲线一的时候 Arc3 0是0 对不对 能听懂吗 是不是就不用写了 再除以谁 X减一 对不对 好 接下来非常简单 请问 X曲线一时 整个这块 是不是曲线0 Arc3 U 是不是等价于U 一件X比上 等价积换啊 根号下1加X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他俩1加X跟X减一一约 所以负的Limit X曲线一 根号下1加X 平衡分析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答案是等于 负的 那么根号1分之1 对了吧 或者写了负的2分之根号2 好 两个人一加 就是0 加上负的2分之根号2 结果是负的2分之根号2 听懂意思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说 如果他有加减法 他们合起来 你有的时候可以注意啊 可以分开运算的 这个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看简单啊 这种题目一旦考了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 好 我们再来看成法的 例题3.9 这种题考得太多了 两种解法 我讲解法2 因为解法2是通法 有的题目呢 用导书定义可以做 但是像这种层级啊 大家用层级的秋道规则 或者秋道法则会比较方便 他们呢 是F1片0等级 这个度向相乘啊 它是有规律的 你会发现了 0带进去 这一项是得0的 后面所有的项都不得0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把Fx 把写成 1的x次方减1 乘上gx 注意啊 因为基础基础讲过这种啊 好 大家应该还回忆的起来啊 我们基础三个奖励讲过 那个题也是这种啊 叫什么 Tin的四分之 πx 减1 乘上Tin的四分之 πx的平方减2 一直乘成乘 乘到Tin的四分之 πx的n次方减n 对吧 大家 我就不再啰嗦啊 还是100次方减100吧 跟这种题是一样的啊 类似的 好 你找出特类独行的一项啊 就是0带进去 这一项得0 那么其他带进去都不得0的情况下 把它留下 把其他令整gx 那么gx呢 就是为 1的2x次方减2 一致乘成乘到1的nx次方减n 好 然后求导 F1比x带运 前面求导后面不动 前面求导是他 乘上后面是不动的 再加上前面的不动啊 正是因为这个不动 乘上后面求导 比如说你掩耳盗零 为什么掩耳盗零呢 你好像写成两项相乘 可是这还是得多项求导啊 事实上不用了 因为你要求的是F1比0 大家去看啊 F1比0 0带进去 1的0次方是1 剩下是g0 加上 太棒了 大家看 当你x取0的时候 这项是不是已经得0了 在x取0的时候 这项是不得0了 整个这项是不是就消失了 你就不用算G撇0了 对不对 这个题目就是妙就灭在这啊 G0点月啊 算一下就行了 1-2 这是-1 那1-3是-2 一直乘是乘 乘到什么 那么就是1-n 那所以说 负的什么 n-1了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结果是 负号一共是 负1的n-1 次方 在乘上 n-1的 阶层 这个答案就有了 这种题啊 大家要很熟悉啊 很习惯啊 解这种问题 好 再看一个啊 叫做立体3.10啊 这个立体3.10呢 这道题 我倒也要提醒大家啊 一定要重视啊 这是命题老师 专门说过的这么一个问题 啊 这个要考起来 你一定要小心啊 大家看啊 我从超一边啊 我的fx是等于什么呢 是x的三分之二次方 乘上3x 对吧 大家 大家非常熟悉呢 或者习惯是U乘微吧 所以你要求导 所以按照成绩的求导公式 UV的导数等于前面求导 后面不动 加前面不动 后面求导 是吧 你这个很熟悉的 所以大家马上就来了 所以不用犹豫 f1px马上就来 前面求导 三分之二 乘上x的负三分之一 负三分之一呢 就是x开三次方法分之一 啊 前面就导乘以后面不动 再加上前面的不动 乘上后面 求导 好像这个就结束了 你如果这样写 你如果这样写的话就麻烦了啊 原则性错误 什么叫原则性错误呢 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啊 这个是不是在分母上 这是不能得零 大家回答我 这个成绩的求导公式 成立的前提是什么 啊 他的precondition前提 是不是叫UV均可导 你只有在可导的情况下 是不是才有这公式 所以大家这一定要加句话 很好 是不是叫x不得零 对吧 你只是在x不得零时 才能用这个成绩的求导公式啊 你如果不可导的情况下 这公式是不成立的 听懂了吧 证明好 所以你还有个第二 在x等于是 大家就不能用成绩的公式 应该用什么了 很好 用导数定义 Limit x去零 用fx 减去f0 比上x减零 你要用这个 好 现在把它带进去 叫Limit x去零 也是x 上面呢是x的三分之二次方 乘上上x 对吧 大家 f0是零啊 0带进去是零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大家算一下 它的结果在Limit x去线零 就是x的三分之二次方 对吧 啊 那么这个呢 是3x 这个是x 他俩去一了 听懂没 那么他俩去一的话呢 剩下的是x三分之二次方 x去零 x的三分之二次方 那么结果是零 好 故 大家注意啊 这道题目啊 你要注意一条 这道题 它的导函数呢 是个分导函数啊 看到了啊 这个柱里面 你给我好好地把它记住 这道题特别容易错啊 这个题特别容易错 大家千万不要在这种基础的问题上 反毛病 这个题是具有它的深刻性的 所以我们不妨把它定义为新颖的考题 啊 有同学考完 是啊 啊 很开心的跑出考场了 满分 那实际上回来一看 考了145分 为什么呢 这五分丢了 啊 你不知不觉中 可能会丢分吧 好 这一点的主体部分呢 就讲完了啊 大家回忆一下啊 就是我们讲的啊 形式上复杂的啊 这个分导函数 绝对值函数 变形积分函数 对不对 啊 还有抽象函数 啊 还有这种啊 就四字运算里面 该注意的地方 我给大家都详细的强调 啊 千达8号 好的